哈囉大家好我是佳玲 哈囉大家好我是Victor 欸Vito 我在Perry小教室那邊啊 學到很多關於唇骨的觀念 但是要怎麼樣才可以篩選出 優質的骨息骨呢 我想問一下佳玲 你唇骨的話你有什麼目標嗎 喔你想要超越Perry是嗎 我想要跟你分享有三個標準 你只要嚴格遵守是三個標準的 你就可以超越Perry了 哇 想學嗎 想學 唇骨就像找工作一樣 那你找工作的你希望的薪水怎麼樣 不少比標準高 至少每年就要薪 那你希望你待的公司老闆要怎麼樣 老闆 要小氣還是大方一點 大方最大方 大方你的獎金就會比較多一點嗎 對 所以呢其實你前面有提到三個標準 存股也是一樣啦 你希望你的薪資可以高於市場上的標準 如果你存股息股的話 那我們會看一個東西叫殖利率 嗯 那其實講白花一點有點像是一個投資回報率的感覺 也就是你付了多少錢出去 然後你會收到多少的股息進來 所以呢殖利率來講的話呢 我們是希望殖利率可以大於4% 如果你是存美國的股票的話呢 其實大於4%就已經是非常不錯了 那如果你要存台灣的股票的話呢 我的建議是至少要大於5% 因為啊 台灣的股息啊 發放屬於比較穩定 嗯 有時候可能一年發一年不發 所以呢你要掌握穩定發放的股息大於5% 我們會覺得是一個比較好的存股的標準 那如果你是美股的話呢 為什麼大於4% 因為美股的股息會成長 哦 它是具有一個成長的動能 那你知道股息成長概念是什麼嗎 一 白 其實這也就是為什麼你存美股的話 你的殖利率可以稍微低一點 第二個標準呢 就是股息發放要穩定 甚至是越發越多越好 就像剛才嘉莉拿可以越發越多 對就是一個股息成長的概念 如果你是想要投資台灣的股票市場的話 那你要求至少穩定 不要好像一年發一年互發 那就是非常不穩定 可是如果你存的是美國的股票的話 其實你要知道美國的股票股息 它是越發越多的哦 而且非常多的好公司 它的股息是延續成長的 大家知道股息成長的概念就是啊 公司有賺越來越多的錢 因為公司越賺越多錢 才可以發給股東越來越多股息 那當公司越賺越多錢的話 它會反映在它的股價上面 也就是說你每一年除了領到越來越多股息之外 其實你的價差也是有賺到的 所以你除了領股息之外 你也賺到了價差 你會有這樣的非常棒的一個優勢 其實可以超越Pair你耶 對你這樣絕對可以超越Pair你 OK好 那第三個標準叫做股息發放率 那英文叫做Payout Ratio 那Payout Ratio呢我們希望在50% 嘉莉你知道50%的意思是什麼嗎 50%就是公司把他的50%的賺的錢 好多罪智喔 那講白話一點就是 今天公司賺到的錢呢 有一半是回饋給股東 另外一半工資留在自己身上 我公司是不是可以去拓展 是可以發展營運的更好 那等到我公司營運的更好 我是不是可以賺更多的錢再回饋給股東 所以一半一半50%呢 我們會覺得這是一個比較好的發放的比率啦 OK好 好那最後呢幫大家總結一下 有哪三個標準呢嘉莉 第一個股息的殖利率要大於4%唷 OK 如果你是美股的話大於4% 那如果你要純台股的話 要大於5%會比較好一點喔 第二個就是股息發放要穩定 甚至要成長 因為好還要再更好 現在可以超越Pair你 第三個標準是股息發放率要50%唷 50%的意思就是 公司賺的錢有一半的回饋給股東 另外一半公司留著自己 可以拓展自己的系列 越賺越多錢才會有越來越多錢 若可以股東 對 所以各位觀眾朋友 以上就是三個篩選 優質股息股的一個標準 那如果這支影片呢 有超過300個讚的話 我們會再選出 股資優質的股息股 然後我們會帶大家一起來 評估篩選一下 有沒有符合以上這三個標準呢 趕快來按讚吧 那一樣呢 如果你想要學習更多 更了解價值投資 以及美股的相關投資知識的話呢 都歡迎來參加我們的實體分享會喔 我們在分享畫上面 會跟你分享更多 那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歡迎幫我們按讚 訂閱加分享喔 不要忘記開啟小鈴鐺喔 那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 掰掰